在广东工作就要给你们抹黑吗 你们这些网络喷起就没有一点道德良知吗 你们都给我闭嘴啊 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 无端的蠢车 恶意攻击别人的人 我请你离开 评论区恶求的言论太过分 夜班无事与 其实有事与啊 李子雄啊 李子雄老师的 一段反击的视频啊 我也反击网报的视频啊 李子雄啊 哎哟天啊我都看他戏长大了 真的啊从 从那个 啊英雄本色 他就演个坏蛋啊 对不对 一直到 我来他到 中国内地区发展了 北上发展了 OK然后他在 好像在 北京安顿下来 从2007年了 哇 2007年至今16年了 我们李子雄老师的普通话 还 还有代价强哦 嗨大家好 我是邝马来西安 大马范仔 我也曾经看到李子雄 在一部孙子啊 孙子的电视剧里面 那个张峰 对张峰一演的 张峰一演演孙武啊 年纪片大了 李子雄就演那个 夫差 王夫差的弟弟 叫夫盖 大概的盖 夫盖 对 然后当然是肯定被配音的啦 好像我看过一次 李子雄的一部电影啊 其实用他 是用他本人的声音哦 你看很多港台的演员啊 绝大部分到中国拍戏 都是被配音的 被配音的 为什么 当然是普通话 不国管嘛 对不对 哪怕是孙力 孙力他演的 《甄嬛传》 还有《迷月传》 也是被配音啊 被郑大导演给配音啊 为什么 郑大导演觉得 顺利是上海人 普通话还不够 standard 不够标准啊 其实顺利的普通话 很好啦 好吗 OK 大导 对不对 你说 啊 顺利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港台的演员啊 不过有时候也是有例外的 比如说这个 这位啊 这位啊 云铃铃 云银椅 一年前有部戏 是不是很火的 叫什么《无林外传》 《无林外传》 云铃铃铃有份演出啊 他在戏里就大讲普通话 是他本人的声音啊 因为那部戏是现场收音的啊 而且他讲着 讲着冷不定就包一两句广东话 OK 冷不定就包一句广东话 哈哈 他又演过一部 跟那个胡信啊 午牙铃也演过一部 领养 OK 领养的一部电视 哇 两大港姐在戏里啊 大讲普通话 真的 他们本人的声音啊 还有一部 袁永铃雁演过一部 演一个青岛 香港 加入去青岛的儿媳妇 你看嘛 跟她的那个婆婆 就是来来 就是她 她丈夫的 妈妈 对不对 两个婆戏 也可以剖析纠纷之类的戏 那部戏袁永宇也是用袁英 袁英用他本人的声音演出的 所以你看有例外咯 有例外 还有比如说吴千年 吴千年演那个吴君版的那个楚儿汉戒 他演那个李智 高祖皇帝的妇人 李后 他就是用本人的声音演出的 他的普通话标准极其标准 还有另外一个北魏冯太后 因为我都有买这一套DVD 胡君版那个我也买这两套DVD 我都有买 那个北魏冯太后也是 吴千年也是用本人的声音演出的 北魏冯太后 跟胡君版的那个楚儿汉戒 两部戏都现场的 都现场收音的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戏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大名宰相张居正 张居正 那个唐国强演的 也是用原音 演员的原音演出的 所以你看那位 你一部戏你要避震啊 你怎么可能给演员配音啊 现在很多是线侠剧啊 线侠剧啊 很多都配音的 很多线侠剧都配音的 而且有些配的 哎呀太难听了 所以这些戏我肯定不看了 我不想浪费 浪费生命啊 所以我希望有一天 因为我看到了 中国的电视剧录剧 OK 觉得大部分呢 都用回原音了 最好每一部都用 用演员的 本人的声音演出了啊 OK 到了那天的话 那中国的电视剧才能够大放异彩